路加福音第58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路加福音19章1至10节 寻找失丧的人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盖 做税利长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盖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撒盖 一个当时极度富有的人 照理说 有钱人应该会受尊敬的 然而 他却被当时的人视为 与谋杀犯和强盗同等之辈 因为他的钱财被视为不义之财 撒盖是个税吏长 代表罗马政府收取百姓的税赋 他之所以致富是从税收中抽取佣金 所以在众人眼中 撒盖如同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撒盖是个孤独的人 因为人人都讨厌他 视他为卖国贼 贪婪的财主 他的生活就是收钱 赎钱 花钱 交往的对象 也都是同样被犹太人讨厌的税吏们 然而 今天城里有一些骚动 如同瞎眼乞丐 撒盖也听闻耶稣的名声 在好奇心驱使下 他想看看这个伟大的教师 或许 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想看热闹 也或许 他的确对耶稣怀抱期待 希望这位有能力的人 可以为他带来生命的改变 无论如何 他想见耶稣的决心是大的 他的声量不高 已经缺少先天优势了 并且大家都这么讨厌他 当然也就不会让路给他 不过他的心智坚定 因此掌握住耶稣的前进路线 预先跑到前头去爬上桑树 为要取得最佳的观景位置 耶稣看见了他 明白他渴望靠近耶稣 于是刻意停在树下 对树上的撒盖发出应许 说他今日要住在他家 耶稣的行动引起大家议论 像是稀奇 怎会有人将垃圾当宝贝 并对耶稣要住在罪人的家中 感到惊讶 但这正揭示了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将救恩带给活在绝望 恐惧卑微中的人 现今这样的使命是属于教会 也属于每一个过去同样被寻找拯救过的人 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撒盖表达要将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而且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他的回应证实了一个失丧之人 付诸行动的悔改 一个真实悔改的人 不单是内心的归正 同时也配合行动的改变 撒盖表达出来的悔改行动 是超过律法要求的 也因此更显出他归向神的决心 是何等的真实 今日我们也需要省思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否也有不同于过去的价值观 见证我们已成为属神的儿女 天父 谢谢你差派耶稣来到世间 寻找我们 并赐下救恩 愿领受福音的使命 见证你的大爱 也愿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被你的爱更新 而越来越像你 导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阿们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主耶稣是的 你说人子来 主啊你就是人子 谢谢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阿们 主啊谢谢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你人子来了 主啊你人子来了 主啊你主动走过来了 阿们 主啊谢谢你你主动走过来了 因为人子来了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阿们 主啊是的 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你说你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主啊你是为要寻找寻找世上的人 主啊你为了要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谢谢你 阿们 主啊是的 谢谢你为了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主啊是的 你为要寻找我们 主啊你人子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阿们 主啊谢谢主 主啊你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神 谢谢耶稣你来到我们当中 你为的就是要寻找我这个罪人 阿们 主啊是的 你为了要寻找我们这个罪人 主啊你要寻找我们 也要拯救我们 主啊是的谢谢你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阿们 阿们 是的谢谢你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主啊谢谢你 主你不是只是来寻找我们而已 主啊你竟然还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救恩 阿们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恩典 也赐给我们救恩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要拯救世上的人 主啊我们曾经失丧 但是你拯救我们 谢谢耶稣 因为人子来了 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都是你的恩典 将祷告师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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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